我的時候 怎麼不累 幸運無盡 這就是您剛才看到 今天準備已經上映的這個電影 今天非常榮幸FMTV電影 我們請到唐振宇 唐導演 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導演 你跟金門人嗎 不是 你是嗎 我就跟人 不過你對金門很了解 當然因為我是在金門當兵 後來退伍以後 我就在金門 因為也去拍了幾部電影 然後後來就是在金門做文實影像紀錄的工作 所以我大概對金門的一草一物 或者是人與人的那種交往的感情 我都還算蠻清楚的 導演 我覺得金門人會越來越幸福 你知道我想說什麼嗎 金門其實生活環境不錯 福利也蠻好的 對 營養午餐都是政府提供 對不對 對 那金門酒廠這麼會賺錢 現在要來的一個星月無盡 這個觀光才一定越來越多 絕對是喔 是啊 是 應該如果星月無盡如果能起來的話 應該是有這個機會 不過我想請導演特別來講一下就是 你為什麼要取星月無盡這個電影的名字 當然喔 因為我們戲裡面有四個角色嘛 一個就是楊桂妹主演的那個叫德葉 另外一個是陳奕涵主演的叫辛俊 一個是吳中天所演的叫阿吳 另外一個叫陳正維演的叫阿進 所以我是以這四個演員的名字把它拼起來 那當然這四個演員的名稱喔 我的 他的背後還是跟金門有一點關聯啦 那我們都知道因為金門的空氣品質非常好 喔 超舒服 對對對 他的景色很漂亮 那 空氣品質好 所以他可以說是沒有光害 沒有光害的時候 在我們晚上的時候看那個星星 夜亮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清楚 雖然你在金門 我在拍喔 可是都是沒有光害的 那個晚上喔 12點多的時候那個星星超清楚 而且夏天的時候 還有海風這樣吹 對對對 所以因為我 除了他跟這個戲裡面的角色有關係之外 當然他跟金門的一些歷史背景也有一點關聯 比方說像楊君貝的德葉 就是在金門的一個水頭村 有一棟很漂亮的樓房楊樓 就叫德葉樓 那這個阿吳就是吳中天演的這個阿吳 他這個以前金門的舊稱啊 就叫吳舟 簡稱吳 那他的開武恩祖就是叫成燕嘛 就是所謂金門的恩祖公啊 那這個成正為演的這個阿進 就是那個恩祖公的後代 所以也有一點跟他歷史背景有一點關聯 導演 星月吳敬他在談的是什麼樣的故事 談的是什麼樣的故事啊 其實我想要談的是以年輕人喔 就是我們大家年輕人成長的一個共同的一個經驗喔 那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你一定會面臨到說親情的問題 愛情的問題 友情的問題 除此之外你可能還會面臨到 跟土地感情的問題 那我舉個例子說好了喔 我想我不要主持人你是哪裡人喔 我台中人 台中人 對 你留港人嗎 對 那我們兩個是不是都面臨到 在成長的過程都面臨到 我要留下來或者是我要離開 結果呢我跑來台北你跑去金門 沒有 我也跑到台北 你跑來台北 只是你拍金門而已 對對對 我想這個就是跟土地的關係 因為你為了你的選擇 你想我要到台北來打拚 我一樣我要到台北來打拚 這在我們戲裡面就是有這樣 談這樣一個 就像我們那個戲裡面吳宗丁所演的那個阿五 他就覺得他必須要 他想要留下來 能為 看能不能為金門做一點什麼 我知道這部電影當中 就像剛才導演說的 你的親情的友情的愛情 陳振偉跟吳宗天跟陳一涵 他們其實是青梅竹馬 對不對 但是呢又是一個三角席體 四角 楊貴妹也參一角嗎 不是 最後因為有一個候鳥 一個購客 一個阿兵哥 阿兵哥又加入 所以變成一個四角席體 我懂了 三個男的同時追陳一涵 對 然後你可能要交代說 到底誰把他追走 不行 現在兩個 導演說他不交代 不過這就是一個 又交代 但是要到戲演裡面 戲演 所以真的劇情在演這些對不對 對 也對耶 你兩個是青梅竹馬 那青梅竹馬可能離開了金門 對不對 對 然後另外有人跑到金門去當兵 對 而陳一涵演的是共堂戲師 其實早期齁 這個很好玩齁 我想因為很多齁那個西施齁 很多女孩子齁 可能這一輩子齁 都沒有像金門這些西施們齁 那麼的幸福 你看我們 你有當過兵嗎對不對齁 一個連長管了阿兵哥 才管一百多個嘛 這些西施管了 管了阿兵哥啊幾百個 同時大概 同時間齁 有幾百個人在追這個西施 這叫聲多粥少 對 雖然說那個西施可能長得 其貌不扬 可是他真的是一個寶 對 你電影裡面他的西施都還滿美的 沒問題 對 其實金門以前當西施 差不多都是算 還算可以看 還算滿漂亮的啦 我在曾經有聽一個教授跟我講齁 他說導演 我曾經齁 就是在追一個撞球西施啊 那這個撞球西施很漂亮 那因為我就是會畫畫 那我想我就幫這個 撞球西施幫他畫一畫 幫他畫完他很得意 他覺得 這個畫得很漂亮啊 然後就要送給這個撞球西施啊 那個撞球西施說 喔 然後抽屜打開以後 裡面全部都是畫 而且不只畫 可能還有其他的 情書 有可能還有小禮物 有有有有 那個 其實同時間齁 因為 我就有聽過齁 因為我們去裡面 有關追求西施的那種情節啊 都是真實的 因為我是有去訪 訪這些 這些西施們 當時齁 這些阿兵哥是怎樣去追求他 你有沒有追過金門的西施 我想 每一個人都有 我想在金門當兵 尤其在早期齁 在金門當兵的這些阿兵哥 大概每一個人都有 這樣一個共同經驗 事實上因為我們心業無盡齁 要呈現的 也就是說 既然我把這個故事背景 我剛剛提到齁 就是我們是一部 一個大家成長的一個共同經驗齁 只是我把這個故事背景放在金門 那放在金門當然 既然放在金門 我就想希望齁 金門以前是個戰地嘛 那最多的時候有十萬大金 駐紮在哪裡 我也希望 能曾經齁 在金門當過兵的 這些超過兩百萬人齁 這些阿兵哥 能夠引起他們一點回憶 這個也就是在我們 心業無盡裡面呈現的 導演我很期望齁 您可以多講一點這個 共堂西施 冰果士西施 或者撞球西施的一些 特色或故事 因為這些女生的特色 會吸引我們 會不會想到 以前我當兵的時候 我到底會不會追這個西施 或三個裡面挑哪一個 其實在金門當兵齁 我想因為 可能阿兵哥就被叫為 被稱為過客或是火鳥嘛 其實他們有時候是無心的 因為主要是早期齁 還戰地政務時期的時候 那個金門是封閉的嘛 那你在封閉的情況之下 因為你哪裡也不能去嘛 那你只有 也沒什麼娛樂 就是放假你只能到這個 那個冰果士啊 或者是共堂店啊 或者是撞球士啊 去泡這些妞 那主要是我們故事裡面就是說 當然裡面 就是泡妞的一些趣事嘛 因為事實上 我是把它 讓它 覺得更有趣味啦 是 他我 那個騎士們告訴我一些 他們追求一些把戲之後 然後我再把它加以趣味化 讓它覺得更 更好笑更好玩 所以澄清就是我在 在做巡迴試音的時候 就一個教官跑來跟我講 他說導演 我看到裡面的情節啊 哇 就好像我們當時 那種情形啊 感觸好深喔 我們當時就是這個樣子 無所不用其其 想要討好這個西施 對 導演我在想喔 其實討好西施 當然是 在我們男生當兵當中 必經過的回憶 可是一部電影 如果永遠在講 怎麼樣跟西施互動 或者是講一些當初 以前當兵的一些情節的話 就會覺得少了很多東西 在編劇上面 我相信你有多很多 其他的橋段在裡面 當然啦 因為我們 事實上我們是 就是剛剛講是一個 成長的一個構成 一個共同的一個經驗 就像我在行回的時候 很多人跟我講說 心夜無盡去演到他的故事 比方說我在一個大學 有一個學生跑過來跟我講 導演 你裡面要演我的故事 我說怎麼說 他跟我說 他當時喔 就跟他另外一個同學 在共同在追求 追求一個 一個女同學啦 那我在南部的時候 在一個婦女團體 一個試運 試運完以後 一個媽媽跑過來跟我講 她說導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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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閔遍 很棒 謝謝